美國很喜歡拉人下水 剛發布亮眼財報的台積電 立刻就被美國商務部調查 你是不是跟華為偷偷私下有來往 人家股價才剛剛創新高 立刻就有鬼故事 美國政府硬要帶風向 把台積電跟華為綁在一起 這個萬般繳獲 是不是只為了扶持親兒子英特爾 四年來你對華為的打壓已經不在話下了 結果人家股價一升的話 你又有開始編個故事出來 去年才有一家公司 細節硬碟 它向華為出售了HDD 3億美金 馬上罰馬上付 不然的話我吃不完都的走 跟華為只要牽扯上關係 如果它發現情節更重大的話 它可能還有很多方法可以制裁你 被美國制裁的五年期間 讓華為是被迫自立自強 也打造出了自己的作業系統 晶片 軟硬體是一把抓 從手機到電腦 再到自駕系統 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態 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這個大到上海的煉秋湖園區 就是華為的這個新的研發重劍 雖然美國政客是持續的 對他們窮追猛打 還點名了包括深圳的 彭欣旭啊 還有這些 深圍旭 青島恩斯等科技 這些中企喔 可能是華為的秘密網路成員 想拉更多人下水 但是華為的確 在被各種打壓之下 它還是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 甚至表現的比各界 原本預期的還要更好 想問一下上志哥怎麼看 華為這一路走來這樣 披荊斬機 到現在還蠻勵志的故事 其實我們這幾乎 每次提到華為的這個點擊率也都不錯 表示大家對華為真的很好奇 現在在華為當中 除了他們深圳起家之外 上海這個最新的研發中心 很受到矚目 當然回想起 華為過去就是從通信 電信通信的技術起家 他們原先自己的定位 是全球當中的通信電信 當中的這個巨人 沒有想到在美國打壓的過程裡頭 其實慢慢的他們被迫 長出來現在你可以想到 所謂整個華為的這個科技生態 包括我們剛剛講 最本質的鴻蒙系統也好 那麼剛剛講PC 他們也自己做 包括晶片 乃至於手機 包括車企的內容 各位可能不知道華為還幹嘛呢 華為的智慧系統還養豬種菜 還採礦 包括礦場裡頭安全 這些東西雖然聽起來是一個小東西 可是它就這個在華為本身的智慧操控裡頭 對於中國全產業當中的智慧支援 可以說是難以想像的 當然華為的企業文化 其實都是被在中國大陸內部 跟研究華為這個系統當中很在意的 因為美國這麼打你一個國家 最世界最強的國家打你 打得你死去活胎 你還能夠活下來 這並不是只是靠中國大陸的政府支援 你就能夠活下去 你有非常獨特的企業文化 大家都知道華為本身第一個它沒有上市 因此它所有賺的錢跟所有本身 都可以在自己的投資上來說 包括在特別在研發當中 可以有很大量的部分的配置 那麼除此之外 華為內部的人其實真的從美國打直開始 在網路上經常有很多華為的員工 大概那種整個帶蛋 就是真的作為民族國家的科技發展的使命 人家描述說是華為的清潔歐巴桑 都有這樣子的思維 都有這樣子的動力 這不誇張 更不要說加班的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華為是這樣子 在自己獨有的企業文化 而且不上市 這個部分很特殊 那整個國家的需求也促使它 在方方面面全要配合 包括中央政府現在要排除 排除蘋果跟微軟的系統 所以他們所有的這個發展 而且配合中國大陸內經濟的整體的需求 作為國家對抗的第一門面 我想華為持續的因應 美國繼續的打壓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好 剛才有提到 美國很喜歡拉人下水 這不是嗎 剛發布亮眼財報第三季 EPS能賺到12.54元新台幣的台積電 立刻就被美國商務部調查 你是不是跟華為偷偷這個私下有來往 幫他們製作AI還有智慧手機的這些晶片 違反禁令了 台積電當然立刻做出澄清 說我絕對沒有 我是守規合法的 那人家股價才剛剛創新高 立刻就有鬼故事 是不是想壓低這個價格來吃貨 我們不知道 但美國政府硬要帶風向 把台積電跟華為綁在一起 這個萬般繳禍 是不是只為了扶持親兒子英特爾 四年了 四年來你對這個華為的打壓 已經不在話下了 結果人家股價一升的話 你又開始編個故事出來 到底他鬼不鬼 我們來說說看 為什麼 因為美國商務部團就問說 來台積電來 我問你 你是不是偷偷在幫華為做智慧手機 或者是AI晶片 有沒有 然後台積電說當然沒有 我們一定遵行商務部的這些政策跟政令 但是他說沒有 我們現在知道有兩家 以外國公司的名義 實際上它是華為的子公司 你到底你們在出售這些相關產品的時候 有沒有先對於買家的身份 有深入的研究 已經確定它不是華為的子公司 那台積電只能說 好 我們現在一定嚴厲徹查 但是我相信我們不敢 你知道為什麼台積電不敢嗎 因為去年才有一家公司 叫什麼 西捷 西捷硬碟 全球最大的硬碟公司 它向華為出售了HDD的那種產品 你知道被罰多少錢嗎 3億美金 馬上罰馬上付 不然的話我跟你講 你吃不完兜的走 所以西捷嚇死了 你現在台積電還敢 對不對 這才剛剛發生的事情 跟華為只要牽扯上關係 你被罰的話 馬上 我跟你講它不是只有罰錢而已 如果說它發現情結更重大的話 它可能還有很多方法可以制裁你 但是你講到對於台積電 你看出手是不在話下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英特爾 英特爾竟然是一家 美國極力要保護的公司 為什麼 因為英特爾的對手跳出來 他叫超維 超維AMD AMD說 請問一下為什麼 到現在為止 川普四年前 不是 川普在 大概六年前 發給英特爾 向華為出口 筆記型電腦的先進中央處理器 我超維也可以賣啊 可是 只有英特爾有許可 超維沒有許可 同樣是美國公司 請問一下這到底是 你們商務部到底是 為什麼只讓英特爾 對不起 英特爾是美國的兒子 自己的兒子 要好好照顧 你知道為什麼嗎 英特爾它剛剛拿到35億美元的 就是商務部給的 35億美元 然後你知道整個計劃是多少 390億 它就拿了快十分之一 它一定要把英特爾給救起來 所以你從這邊看起來就是說 雖然華為在那個美國政府的打壓之下 那個筆記型電腦 就是英特爾賣給華為的這種高級的處理器 它的市占率反而從52%達到90%去年 那那個AMD也就是超維 從47%下降到10% 只剩下9%而已 所以同樣是美國企業 你看你 美國政府你真的對英特爾太好了 對我們這個其他周邊的產業太不好了 是 所以AMD真的是看不下去 跳出來要替自己辯護 美國商務部最近宣布要透過晶片法案 給予英特爾85億美元 折合台幣超過了2700億 這麼巨額的補助 而根據美國商務部高層官員透露說 南韓三星還有包括台灣的台積電 雖然都是大手筆也在美國投資晶圓廠 但根據Rimondo的對外談話口徑 三星跟台積電獲得的補助都不可能比英特爾還多 所以我們要問的就是 英特爾在獲得了巨額補助之後 那這象徵是美國半導體已經要開始全面復興嗎 怎麼解讀這項動作 是的 我想這個新聞會有很多關注 特別是我們台灣也是半導體的一個大戶 那當然要怎麼解讀呢 其實還是要跟政治掛鉤 不要忘了 11月5號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你現在才7個多月而已 那今天這個拜登會釋出這樣的一個利多政策 我們從釋出的時間來看 他不是突然冒出來的 他在一個禮拜前就預告了 三天前就預告 前天就預告 就是讓大家知道充滿期待 那這個巨額的補助還包含巨額再還 那這個英特爾呢 在得知這個訊息之後 也宣稱會在那個歐哈歐州的首府 Columbus 成立一個號稱未來全球最大的一個金圓廠 當然這是未定之天 那從地點來看呢 拜登在什麼地方宣布 他在參訪 就是在拜訪亞利桑那 Arona的時候提出來的 因為那個地方 台積電2022年就已經宣布會設廠 那這地方本來就Intel在一個城市叫Chander 前德勒本來就有他的園區 那未來又可能擴建更多的新場 所以他選這個亞利桑那州也是有宣誓意義 所以一方面安定安撫台積電 對 一方面也告訴亞利桑那 對 我來了 那當然亞利桑那州是個搖擺州 所以搖擺州就是有時候支持共和黨 有時候支持民主黨 而且是很關鍵的 對 上一次如果沒有記錯 拜登在這裡才顯示像川普一萬出頭票而已 就很像我們台灣的彰化 有時候支持民進黨 有時候支持這個國民黨 那麼要怎麼解讀呢 畢竟政客好思小會 這是一個利落政策 那藉由這個方式來吸引支持 那特別還有一個用意 就是可以壓制川普 因為川普當年參選的時候 長的口號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偉大 聽在美國的選民裡面 特別是五大福州 相關的州往北往南 那些所謂的Rust Bell 就是我們翻譯成鐵袖袋 袖州 也就是說過去那些州 工業製造業很發達 那後來因為產業蕭條 大量的公司關閉 然後這個勞工大量外流 人口老化 對那些州的民眾來講 很感興耶 他們非常感動 所以我們熟悉的 汽車大城 汽車之都Detroit 在密歇根州 或在這個 菲德達菲亞 在Pensylvania的這個 賓士法尼亞州的這個費城 過去都是工業重鎮 所以當地民眾很歡迎 那今天川普用這個口號 有點像我們習近平 習大大講的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樣 我讓他覺得說 這個他當時都給我們帶來這個 遠景 美好的希望 所以今天拜登祭出這一招 不只釋出利多政策 那另一方面可以壓制 川普未來的一個 這個相關的做法 所以聽起來 拜登這招 似乎更高 就是川普呢 強打說 讓美國更偉大 但是呢 拜登直接強打就是 美國優先 美國 first 因為他是現任者 馬上就開支票 可以 亦助大量的貸款跟補助 而且本來美國 就鼓勵產業回流 就跟關於回流嘛 那半導體剛好 裡面的重中之中 這很正常的 這的確 這個消息一出之後 大家也想說 真的是讓人一點都不意外 Intel得到最多的補助 我們下禮拜關注Intel股票 因為他這五年來都是 最高70塊 現在才40來塊 或許下禮拜會上升 所以你看 反觀日本 確實這個 比起美國來講 實在多了 台積電在日本 建的兩座晶圓廠 就得到日本政府 大約1.2兆日元 折合台幣 大約是2500億的補貼 三星跟美光呢 也獲得相當於 投資額四成的政府補貼 但是剛提到 在美國呢 因為現在成本 也不斷的在高漲 所以呢 至少 目前傳出有五家 跟台積電 還有Intel 相關的化學品 還有材料供應商 不是暫停在亞利桑那州的這個投資進度 就是縮小了原本的投資規模 好 所以商務部這邊 他們說 根據這個晶片法案呢 但是結果就是 肥了Intel 售了台積電 街中老師您覺得 因為本來這個晶片法案是說 鼓勵你們來我們美國投資建廠 可是現在看到 其實拜登自己有盤算 剛剛特別提到的亞利桑那州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搖擺州 所以這是為了選舉所下的一朝起 好 首先那個原本 美國最主要它去 要求在美國國內建立這個晶片產能 其實是希望把這個晶片這個關鍵設施 不要都最好的拉到美國來 然後不要呢 尤其是不要在中國大陸影響力可及的範圍之內 要減少它的比重 所以它一開始那時候還透過跟我們 我們台灣政府的一些政治上的一個磋商 就促成了這個台積電到亞利桑那州去 這其實是它要分散地緣政治風險 免得如果中國大陸以後控制了台灣 它被卡住 那這個整個晶片的重要產能 就被中國大陸掌握 所以它原本就是第一個它要分散風險 那分散風險呢 那在分散風險的狀況下呢 那現在呢它的重點顯然就是說 那與其是讓台積電在美國設廠 我為什麼不扶持美國自己的這個晶片產業 這樣才是牢牢的掌握在手上 那特別是現在有選舉的因素 那現在做這個政策 我覺得選舉的考量絕對是 絕對是在優先 除了剛剛博聰老師講的這個 亞利桑那州搖擺州之外 它在同時其實這英特爾已經宣布 它要在四個州三萬個工作機會 這大概對於拜登是個大利多 那至於原本在這個分散風險的狀況之下 的考量其實隨著日本 日本開始擴大 日本 台積電在日本市場 其實某種程度分散風險的目標 也有達到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美國可能就覺得為了選舉考量 那為了最根本的 把美國自己的晶片產業扶植起來 那以後就不要再依賴外國其他國家 所以我覺得它現在做這樣一個決定 那當然這樣做其實對預算的 運用的效率當然是不好的 因為英特爾的 它這個錢其實有相當的部分 英特爾現在拿來修正它原本在自己發展 在晶片上面許多的問題 其實是某種程度是在除錯 那 它並不是在心力啊 就是如果是補助給台積電的話 台積電可能就會去推下一代 再做研發創造 主要是在研發 研發下一代的 更好的 那現在這些錢有很多的部分 在英特爾它是先來做除錯 所以在經費的運用效率上 當然沒有那麼好 可是呢 在選舉的考量 還有就是說 那 我乾脆把這個 如果能夠把晶片主要的 讓美國變晶片主要的晶片產地 對美國來講當然也是最好的 是 所以對台積電來說 應驗了一句話 人在屋簷下也不得不低頭 當然一切以美國為優先嘛 華為街日報也專門分析說 最近提到了科技 因為美方對於中方的科技圍堵 還在持續的增強當中 那麼華為街日報就分析說 美方制裁中國大陸的科技產業 其實是存在局限性的 因為華為在面對美國制裁所表現出的 驚人生命力 使得中國大陸的競爭者 開始在價值鏈的更上游取得成功 但是他們也提醒了說 華為甚至是中國 仍然面臨一個真正的瓶頸 就是如果不能夠使用 Google或是Android 這些操作系統的話 也就是軟體的部分 那麼華為手機恐怕 不容易在中國以外的地區 要拿回市占率 怎麼看這個 所謂的華為瓶頸呢 大家都知道說 華為現在在中國市場上面 它已經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項目代表 民族代表 所以整個消費者的一個支持 還有龐大的一個市場 是支持華為繼續生存 不只是生存 而且它還能擴大製造 甚至推動研發 甚至往它的中上 中下油產業繼續擴展的一個最堅實的一個力量 但是華為的確面臨到了一個困境 但是這也並不代表說 美國對華為的制裁 會對中國的制裁是成功的 因為你發現很多制裁手段 你都推不下去 或者制裁有反作用力 反而傷害了美國自己企業本身 也就是說 我們常常都會講說 產業鏈產業鏈 事實上整個手機市場 不管是軟體和硬體 那不只是產業鏈 是一個生態系的問題 產業鏈是什麼 棒打老虎 老虎吃雞 雞吃蟲 這是一個產業鏈 那所謂的一個生態系 或生態圈 其實很多條鏈 大家錯綜複雜 所以越複雜 整個生態圈越穩固 過去的生態圈是什麼 大家都還記得 華為曾經是台積電的第六大客戶 也就是說華為是整個生態圈的一個部分 然後台積電也是一部分 華為跟這個產業 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在美國的產業 是錯綜複雜的 你現在要逼得華為離開 好 兩大問題 那你這邊的生態系 你當然會受影響 另外 大家關注的就是說 華為在被逼離開之後 它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實力 自主的也建構 以中國市場為基礎 逐漸的建構一個屬於它自己的 比較不受美國地緣政治操弄的 一個小小的一個生態系 或者是一個中型的一個生態系 我覺得這是當下的一個關鍵 目前看起來 說實在的分則兩害 合則兩利 對 我覺得大家都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華為也看到 美國也看到 現在就是看兩國的一個政治形勢 如何來消滅這之間的問題 哈馬斯攻擊了以色列之後 現在也傳出華為竟然也被牽涉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除了戰事發展之外 哈馬斯傳出說 因為能夠躲過以色列情報網的監控 外傳是因為使用了華為的通訊系統 但其實華為在以色列也是極為活躍的 以色列財經媒體Globes 在這個報導當中就說 2019年5月份 美國商務部把華為列入了黑名單 當時華為還有他們全球68家子公司 都被列入黑名單 而在2019年8月新增了46家子公司 兩輪的制裁名單當中都沒有華為 這是以色列研發中心所提供的一個資料 好 那麼外交家進一步研判說 這次看到在事件發生以後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到現在為止 沒有過度的譴責哈馬斯 剛剛劉老師也特別提到 這個力道可能稍顯不足 是不是也跟這一點有關 那麼沒有譴責是為了要替華為來做掩護嗎 這一點怎麼看 劉老師 基本上我會比較持保留的一個態度 即便有 因為我也華為做掩護 我覺得也是一個比較次要的一個原因 我覺得主要的一個原因還是自己本身的一個外交政策 或是地緣政治或是權利 或是中美框架下的一個主要的一個考量 就像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來講的話 中國它想在中東扮演的一個角色 國際角色它就是一個中立者協調者 或者是一個秩序維護者的一個角色 那所以在它推動下 伊朗也跟沙烏地阿拉伯有建交 那同時來講的話 其實中國也有派人去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去進行整個傳說的一個外交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貫徹它設定的一個國際的一個角色 就是一個中立協調者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第二個我還是認為就是說 應該要在中美的一個較勁 或者是博弈的一個框架下面 來看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剛剛我們有點到就是 中國方面推動著整個伊朗 跟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個建交來講的話 其實美國也積極的在推動以色列 要跟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個邦交的一個關係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中美在中東較勁 那個輪廓就非常非常清楚 那也有一說就是說 這個哈馬斯為什麼發動突襲 以色列主要的一個原因 由此一說 他說因為今天如果美國推動的 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建交的話 那基本上哈馬斯可能就會被邊緣化 那所以哈馬斯為了被避免這種被邊緣化的一個角色 或者是情況來講的話 他才發動這個對以色列的一個突襲 打壞你們的算盤 對 就破美國的局就對了 因為基本上他怕邊緣化嘛 對他不利 那可是呢 哈馬斯發動這個對以色列的一個棋襲 基本上對中國來講的話 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所以也有人推論說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會不會也是一個 中國沒有高調譴責 哈馬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嘛 就是在這個關鍵時刻 你看到這個 外交家雜誌做出這樣的研判 當然也有看法是說 這是西方媒體一廂情願的過度解讀 那外交家呢 他們進一步的分析說呢 這個以色列多年來 也向中國大陸提供先進的技術 目前看來是一個嚴重的誤判 可是問題是 以色列在過去為什麼不參與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這個 對華科技包圍網 照理來說如果跟中方的關係不好的話 應該是會加入這個包圍網才對 所以我要問的是 以色列在科技的研發合作上面 從過去到現在 甚至可能未來會不會有影響 就是在立場跟做法上 我想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些影響 不過我們先回顧一下 就是我這個承襲一下 牛老師剛剛這個的論述 事實上以色列跟中國的關係 過去這十年來 算是發展的蠻好的一個狀況 主要是因為我們看一下 相關的一個數字 在十年前 中國在海外所有的投資的金額 大概是一千億美元 但是光是那一年 以色列拿到的這樣的一個 投資的訂單 大概就有70億美元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以色列這樣子 比較人口少的一個國家 可以拿到這樣的一個規模 換句話說 其實已經開啟了兩方 非常好的一個合作的一個契機 那更不要說 其實到了現在 就是中國已經是以色列 第三大的合作的貿易的夥伴 所以我覺得對兩個國家來說 彼此都有彼此想要的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 中國覺得以色列的高科技 軍事都很值得學習 包括製藥等等 還有以色列的鑽石產業也很厲害 那當然對以色列來說 中國的市場這麼大 商機這麼大 我怎麼可以放棄呢 那當然政治上面 有政治上面的考量 可是我們看到 經濟上面的考量 是更為現實 那事實上我們也常說一句話 就是到底是政治為經濟服務 還是經濟為政治服務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 大家也可以進一步去思考 所以就是按照剛剛牛老師的一個 的說法就是呢 當然就是說這一次中國的 這個官方的言論 其實讓以色列覺得說力道不夠 我們目前為止沒有獲得滿意 所以是不是會因此能讓 中國跟以色列之間 未來的關係蒙上一層陰影 或者是說他們之後的合作的關係 沒有那麼的多 我覺得這步其實是我們可以下一次 再來去持續觀察的 理解 好 接下來呢 有一段這個中方的最近發言 也引發了關注 因為在10月初 美國媒體彭博社呢 他們就特別點名了 四家台廠 那麼也就是包括了 漢唐 雅翔 崇月科 還有細科 紅城 這四家台廠呢 說他們幫助華為 這個打造晶片生產集體 因為我們特別聊到華為 所以就特別把他一併來聊 引發了各界關注 那經濟不方便的態度呢 一開始是說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後來就改成說 要啟動行政調查 目前呢 是已經發函給四家台廠 要到經濟部去說明 在中國的營業項目 跟當初他們核准的投資項目 是不是吻合 經濟部長王美華也表示說呢 如果違規的話呢 最高可以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除以2500萬台幣的罰款 但是在同一時間卻看到 大陸國台辦的發言人陳兵華 則針對這件事情 他們表示說 被通報的這四家公司 並不屬於半導體產業鏈 不生產半導體相關的材料 設備跟產品 所以就表示 民進黨當局是在趁機跟風炒作 企圖阻撓兩岸企業之間的正常合作 給兩岸經貿交流 製造障礙 經濟部現在說在調查 但是對岸國台辦卻是大動作的澄清 這個背後要怎麼樣來解讀 依照我們投審會的相關規定 還有辦法 對的確台灣資本要到大陸投資 要經過審查 要政府投意 所以前一陣子我們也曾經有爭議 譬如說幾吋晶圓的一個技術 能不能到大陸去這樣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民進黨也好 國民黨政府也好 對這方面都非常保留的 可是這次調查 我覺得前提並不成立 你不能因為彭博社的報導 你就覺得你要來我這邊報導 經濟部要調查 應該是掌握有比較確實的證據 以及資料之後 然後才要求民間廠商來提出報告 我覺得這四家 還是會乖乖的到經濟部去 因為民就是怕關 再怎麼有錢 到最後公權力掌握在政府手上 你還是聽他的 因為過去跟國台辦直接打過交道 我了解說國台辦在面對經濟事務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特別小心 國台辦的經濟局 他在政治掛帥的這樣的組織和單位裡面 經濟局的處境事實上非常辛苦 他有一定的經濟的一個專業性 可是他還要顧慮到政治考量 所以國台辦對外 就經濟議題發言 次數事實上是非常的少 可是只要講話 他表現的姿態就是 我就是權威說了算 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的出口表現真的不好 財政部表示有兩大關鍵 第一個就是2019到2022年 因為數位轉型還有台灣半導體競爭力助攻 三年下來合計出口成長達到46% 遠高於6.5%的日本 香港是14% 南韓跟美國26% 新加坡是32% 大陸是43% 但是因為是機器比較高 第二個因素就是台灣外銷高度集中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所以也受到了中國經濟疲弱的影響 好 那剛才提到了這四間台場 我想請教邱老師 可是現在我們說中國大陸 我們要去接中國大陸的單這樣的生意來看的話 夾在中美兩強的激烈競爭中間 台場未來會如何調整他們的產業策略呢 我想是這樣 現在就是說 等於說美中的這個科技戰 會演變成這個兩大經濟區塊的脫鉤 那當然是一些比較有競爭力的台場 或者說美國所想望的技術 它現在有晶片法 可以到美國去投資 然後美國方面會給予補貼什麼 但是不是所有的台場都符合這個要求的 所以說當然是台場在這個兩牆 兩個經濟區塊脫鉤的時候 必須要自己找到出路 那有一些它的生產的這個產品 可能剛剛就是符合中國大陸 它那一邊的一個需求 而且剛剛這件事情 就是說經濟部長他是講說 若違規 那是一個假的 如果違規的話 然後才會有這麼重的發環 所以說也有可能就是說 這件事情就是 不了了之 輕輕放下 大概這邊 因為的確就是說 這四家基本上 也不是現在 美國對中國出口管制的主要的項目 那但是呢 在這種不景氣 終端需求很疲弱的這個時代之下 當然是每家企業就要想辦法存活嘛 好 無懼美國的封鎖 華為推出了升騰910B晶片 號稱要取代輝達AI晶片 當時相當的吸引中國大陸的科技巨頭 但是後來傳出來說 華為的晶片良率比較低太低了 產能不足 所以呢 很多大陸的科技公司現在 就只能回頭採購 回答在中國推出的特規版H20晶片 好 現在有多家的分析機構都認為說 這款產品在2024年的出貨量 會達到100萬顆以上 蔡老師真的有望可以狂甩華為嗎 我覺得就是 以現階段的話 它應該就是它的一個量 它應該就可以超越那個華為 我們都知道說那個 華為過去是做手機的 它的一些晶片都是來自於美國的一個採買 所以那個華為在這個晶片的一個發展上 所以它是算是比較慢的 在這個 美國的一個貿易制裁之下 它才是什麼 它才自己來去發展 所以它當然就是什麼 腳步會遠 比較慢於那個什麼 美國的一個什麼 它的一個先進的一個製程 那我們都知道說 現在的一個美國的一個貿易 對中國的貿易封鎖當中 美國最在意的就是什麼 回答 因為回答在中國大陸 擁有非常大的一個市場 所以呢 回答它一方面要符合中國大陸 廣大的市場 一方面又要符合 美國的一個貿易制裁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規格 所以它就特別去製作了一個 所謂的一個什麼 特規版的一個H-20 那這個特規版呢 就是什麼 就是只是因應於什麼 中國大陸的一個市場的一個特性 那它跟它所生產的一個H-100 有什麼樣的一個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什麼 它的一個性能沒有H-100 這麼樣的一個高 因為要符合那個美國的一個什麼 對中國經濟制裁的一個標準 然後第二個呢 它的一個處理器的一個效能 也是什麼 也是比較弱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就是要去什麼 就是要去符合 就是美國的一個什麼 對中國貿易制裁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規格 跟那個標準 所以它才去做出這樣子的一個 特規版的一個H-20 那這個特規版的一個 那個H-20 在那個現在的一個華為 華為它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深騰910B的一個這樣的晶片 它號稱是什麼 是比這個更為什麼 更為的一個強大 但是呢 因為不良率 目前的一個不良率比較高 所以呢 大家就轉而去 來去什麼 暫時性的用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所謂的一個特規版的一個 這樣子的H-20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效能 但是我認為 這個只是一個暫時性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那個 輝達它為了要那個 中國大陸的一個市場 它雖然是降低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效率 也有較弱的一個處理器 但是它整個的一個什麼 整個的一個核心的一個優勢 其實都是什麼 其實都是還在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呢 那個美國 它要去封鎖 有中國大陸的一個半導體 跟那個AI 以及科技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呢 這個會是什麼 會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困難 因為中國大陸 現在自己本身 也是在什麼 請國家之力 來去發展這一塊 我覺得中國大陸的一個什麼 現在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半導體 跟AI 跟晶片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 後發性是什麼 是非常的 可以值得期待 所以美國禁令出來之後 現在中國這邊就是被迫成長嘛 所以他們的科技 這幾年來真的很像是開外掛 但是我們要請教 曾佳老師了 那說到這一次 包括了華為的晶片 包括良率 還有產能 那是在大陸晶片的製程上 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挑戰 需要克服的嗎 我覺得這是主要的一個什麼 面臨的一個什麼 就是它要 那種所謂的一個高端的一個處理器 它的一個高端的一個處理器的話 中國大陸它現在 目前並沒有辦法 而且呢 台灣的一個什麼 就是那個 台積電 它要到中國大陸去投資 整個的 也是受到了一個限制 它現在比較那個什麼 比較高端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三奈米 甚至是兩奈米 都沒有辦法到中國大陸來去生產 所以在台灣的一個這一塊 它是受到了一個影響 另外呢 過去呢 中國大陸 它在前期在發展一個 它的一個半導體產業 晶片產業的話 其實韓國的一個海力士 其實是扮演非常大的一個什麼 這些扮演非常大的一個助力 但是隱喜悅上來了一個之後 那就配合了一個 美國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所以呢 海力士的這一塊 也是什麼 中國大陸也是什麼 也是受到了一個影響 所以呢 在台灣跟那個韓國的一個部分 都受到影響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呢 現在呢 就是只能什麼 只能用自己的一個力量來去發展 所以呢 這個我覺得呢 揮答會是它的一個什麼 很重要的一個 仿效的一個對象 我覺得中國大陸 不論從過去的一個 高鐵的一個發展 然後甚至是一個 所謂科技上的一個發展 其實都是什麼 其實都是用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仿效的一個方式 再請國家的一個力量來去發展 所以我覺得呢 目前的一個 揮答 他們利用這樣揮答 一個比較低效能的一個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是暫時的一個取代性 我覺得接下來 我覺得中國大陸應該 華為它的一個什麼 在不斷的一個改善之下 我覺得它應該 應該是可以什麼 應該是可以跟那個 揮答的一個模式 我覺得可以相互的一個競爭 是 雖然美國有這樣禁令 但是市場上大家也都想賺錢嘛 對 包含呢 剛剛我們聽到說這個 老師幫我們分析 揮答在中國的業務 這一家呢 繪圖晶片大廠 今年在大陸賣出的AI晶片 還是價值高達120億美元 大家這樣預期 那美國政府不斷升級 對大陸的晶片出口的限制令 揮答受限於禁令 就只能提供一些降規的版本 不過市場上對抗政府 華爾街日報就披露 說其實現在中國大陸 依然還是可以透過海外走私這樣的管道 可以取得揮答生產的這個先進的AI晶片嗎 上級哥 這個幫我出來的時候 哇很驚嚇 趕快打開新聞一看 發現就是中國的一個學生 就攜帶hand carry 這麼幾片 然後被查獲了 也就是這麼樣 所以當然就是說 哎呦還是有管道 你可能就人海戰術可以帶去多少 但它對於這個企業的 隨便的現在中國大陸 特別現在雲端系統 那麼多AI產業在中國大陸 百度也都發展 這些怎麼可能有辦法能夠滿足了 所以它當然就只是一個 你知道我覺得標題聳動 但現在我們就不得不承認 我自己在看 比如剛剛前面老師所提到的 現在因為整個 揮答一開始戰規的H20這個部分 早前一開始在中國大陸評價不是太高 因為你就是降貴 而且我要花那麼多錢 那麼中國大陸現在AI發展的需求 並沒有比美國更低 而且很多的新型的專利 運算的這些算力的方式 需要很好的晶片 所以你回答給的東西就是刺激套餐 然後所以其實中國大陸一開始是反抗的 就是說感覺還不看好 但沒有想到我覺得現在看起來Q2 第二季的部分 這個訂單是增加了 因為華為的這Ascend 910b 感覺起來確實不穩定的狀況 我想在中國大陸業界應該還是有感受到 也就是Q1的時候在今年第一季 回答確實影響 它整個部分的營收 在中國大陸市場的比例當中只有到9% 跟去年同比當中是22% 那雖然它總成長率是有的 但是確實是有點萎縮 就是剛剛講的原因 但接下來Q2的部分 很明顯那個需求量就已經爆發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終究難取代 因為中國大陸自己本身 AI跟各方面電動車的發展 那個速度太強了 需求你沒有辦法等 或者是被晶片所影響 但我最後要提出一點 除了這個夾帶晶片 華爾街日報我覺得太吹牛的這個東西 我認為大家值得注意三星 我覺得韓國在這一波 在美國半導體的當中 我覺得這一年多以來 對於美國當中 並沒有一步一趨 大家要特別注意 三星自己也在發展 他們的AI晶片 雖然沒有對外 在表達一些多厲害的地方 但是很特別的是 他們現在預估 第一個在Q1第一季大暴漲 三星現在股票跌得死去 回來非常長的時間 股票回穩甚至回漲 現在三星自己淡淡的 偷偷的表達說 Q2的部分他們會成長15倍 而且15倍的來源 你覺得從美國嗎 怎麼可能 都是被台積電吃掉 其實就是從中國大陸的市場 我認為大家要注意 現在不太多談自己 AI晶片發展的韓國 跟中國大陸的需求之間 他們會不會恰好這個空檔 那麼也對於他們透過中國市場 來打擊台積電 這個部分的方向 大家要觀察一下 那美國打壓 中國的動作還是在持續